- 天啊人 - 剛到上海下了飛機 - 天啊人 - 轉成地鐵 - 又下了地鐵 - 現在大概要走二十幾分鐘 - 會到主義的東華大學去找他 - 在之前我批了一張假的機票 - 天啊說我是21號而去 - 其實我是前一個晚上會到 - 所以大家會看到他 - 想要給他一個小驚喜 - 我現在好不容易到宿舍門口 - 下了雨 - 現在要打電話叫他下來 - 說到你說到不可以的 - 你可以的 - 在這裡而已 - 我在這裡排行 - 為什麼在那裡要跑到 - 在幾乎的那裡 - 我到你宿舍門口了 - 你要不要下來 - 我快被警衛罵死了 - 他要準備下來了 - 他好像不太相信 - 欸 - 欸 - 妳剛剛想要走 - 好蠢喔 - 好蠢喔 - 他要進來了 - 你幹嘛 - 你有沒有進房間 - 沒有喔 - 我今天不知道在哪裡 - 怪喔 - 幹嘛啊 - 幹嘛啊 - 幹嘛啊 - 快 - 這不能進來 - 男生不能進來 - 真是 - 進出去 - 他在後面看我們 - 快點 - 出去 - 出去 - 兩個麻包一個豆漿 - 兩個麻包一個豆漿 - 兩個麻包一個豆漿 - 早上7點41分 - 我待會要準備去上第一堂課 - 一日上海交換生 - 晚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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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今天的第一堂課 - 早餐 - 傳說中 大學生最害怕的早餐 - 早餐 - 早餐大概也都不會遲到的 - 不敢遲到 - 這裡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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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遲到 - 跟台灣就差很多了 - 而且唱就不能遲到 - 早餐 - 第一堂課在第四教學樓上 - 設計思維 - 設計思維 - 有沒有發現都是女生 - 這是什麼 - 呃... - 我從台灣來 - 我想拍個影片 - 哈哈 - 唉唷 - 我覺得有點麻煩 - 打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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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這個地方好驚人 - 包裹的收發 - 你只要在淘寶上面 - 或是天貓上面 - 買的東西 - 就會被送到這個地方 - 然後被放到你給一個人的櫃子裡面 - 你只要打住你的秘密嗎 - 這個櫃子就會自從跳開來 -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你的東西 - 這邊的人 - 非常非常大 - 超級驚人的 - 就是 - 在學校裡面 - 就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- 很酷 - 開包裹區 - 知道現在 - 大陸年輕人 - 他們的消費方式是什麼 - 就是 - 他們現在已經幾乎沒有在實體店面 - 賣東西了 - 所以連老師就上課的東西 - 都有可能會叫你們到淘寶上面買 - 太誇張了 - 中午吃飯 - 開吃 - 你一直插手 - 校園一卡通 - 沒有現金這種東西 - 我現在要試試看 - 在上海買了珍珠奶茶的什麼味道 - 還是喝台灣的哈 - 這個院辦有點像過時的西門町 - 的老舊的服裝 服飾店 - 是這裡 - 這個真的是攝影機 - 喔 - 好Maker的地方喔 - 跟來這裡上課 - 都可以自己挑 - 這是廣 - 老師都很想去介紹裡面的這個廣 - 是廣哥 - 做什麼用 - 因為這個校區主要是設計學院 - 我覺得他們在很多史座上面 - 真的很用心 - 不是只有講理論而已 - 這是人工草皮的足球場 - 人工草皮耶 - 我們現在要來隆重的揭穿一件事情了 - 就是我昨天進來的 - 那個門 - 到底是不是校門正門呢 - 因為我昨天進來的那個門 - 我覺得他非常的莊嚴 - 然後面積也蠻大 - 我覺得他舊是校門 - 然後主義說 - 那個不可能是校門 - 他說那個是什麼 - 西北門 - 西南門 - 然後他就帶我走一個小門 - 他說那個小門才是正門 - 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一個學校 - 你有的你在講什麼耶 - 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一個學校 - 就是門比較小的是正門 - 然後門很大 - 大家都側門耶 - 來我們去問警衛 - 好我們去問警衛 - 他們真的沒有側門或側門 - 正門 - 你在這邊讀了幾個月 - 都不如我來這一天 - 不是 - 是 - 是 - 來 - 是 - 這裡 - 哪裡學東華大學你給我看 - 哪裡學東華大學 - 東華大學 - 東華大學 - 你那麼大咧 - 他跟我說正門怎麼會沒有寫東華大學 - 剛剛那個東華大學 - 已經這麼大囉 - 然後 - 中文的話 - 東華大學 - 來注意你味道 - 這個是正門嗎 - 正校門嗎 - 對 - 來一天的我 - 直接完勝 - 來一天的我 - 直接搞清楚什麼 - 是正門什麼 - 是側門 - 他在那邊讀了快半年了 - 搞不清楚 - 搞不清楚耶 - 哇 - 哇 - 哇 - 飲水機要付錢喔 - 洗澡也要寫三塊錢 - 洗澡也要寫三塊錢 - 洗澡也要寫三塊錢 - 欸 - 洗澡也是兩塊錢 - 洗衣服也是三塊錢 - 妳知道是我洗澡也要錢 - 回收一定不會洗 - OK - 還有我早上上完的那一堂叫做設計斯文課 - 他們會真的走到上海的一些小巷的街道 - 去看哪個細節 - 或什麼這個城市是要這樣子設計的 - 他們很重視實作這類的課 - 然後下一堂我要上的是攝影課 - 大家的炒作說這個是專業相機 - 那個是業餘相機 - 相機是不分專業和業餘 - 只有相機的人是分專業和業餘 - 我不知道會不會被罵 - 我們剛剛那堂課是在教基礎攝影 - 然後我覺得那個老師講的蠻枯燥的 - 但是我覺得他們還是算是蠻尊重的老師 - 都還是會認真的停 - 至少不會做自己的事情這樣 - 好 所以今天我在東華大學一日交換生已經結束了 - 在台灣一般選課就是 - 第一週到18週都是一樣的課 - 然後上完一個學期才換下學期會有不一樣的課 - 可是在這邊是一堂課的時數都很長 - 有時候四節的時候八節 - 八節 - 就是一整天都在上同一堂課 - 對 早八到五點 - 然後可能那一堂課只要上三四週四五週之類的 - 我覺得吸收比較足 - 就不會說你上了兩個小時 - 下一週來然後又忘了 - 就是比較連貫 - 會不會效果不好 - 就是你打時速拉那麼長 - 你一整天可能 - 很累嗎? - 早又幾個小時很認真 - 然後又幾個小時就已經累爆了 - 喔 會有一點 - 我今天早上第一堂課的時候 - 後面學生就說 - 我昨天晚上九點半才睡 - 我想說九點半 - 九點半是什麼東西 - 十一點就沒有電 - 整個宿舍就不會有電 - 對 整個黑 - 然後只有廁所有亮 - 你可以上廁所 - 你會推薦台灣的學生到國外交換嗎? - 推薦 - 那你會覺得在那邊上課壓力大嗎? - 不會 - 學的是自己喜歡的 - 不會壓力大 - 酷 - 好 - 謝謝 - 謝謝